DDR DDR那個新聞我有看到啦 但是因為我跟她也沒有 聯絡的管道 所以也就無從關心情 我女兒學鋼琴 有學長笔 那得要她自己愛啊 所以我跟我老婆講說 你只要發現她有一點是被逼的 那就停止學習 這個樂器類的東西 是記憶喔 如果沒有下苦工呢 是很難有什麼樣的成就的啦 很吃天分 我一直都不建議說 為了實現媽媽的夢想 為了彌補自己的遺憾 然後去逼迫小孩做這些事情 除非小孩自己願意啦 其實我實在都不太贊成這樣子的做法 你會不會覺得小孩的商品有點不可憐 因為那個影片我有看過啦 我覺得那是還蠻合理的訪問內容啦 她的講話方式也都是蠻符合一般主事人會有的反應方式 只是說如果說斷章取義的話 自製片語的話 單獨把某一兩句話 那列為標題的話 當然看起來會覺得 嗯 怎麼這麼奇怪 但是其實只要看過影片內容的人都會發現 那是一個很普通不過的一個訪問內容 我覺得力量有點蠻最大的 畢竟還是牽扯到自己小孩的事情嘛 加上說他可能對小孩的教育呢 別有用心 那這樣子等於受到挑戰 所以他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 沒有投資 代言人 對 純粹代言人 他們喔 他們的股東好像都蠻有錢的 好像不太需要 我這點微博的 哈哈哈哈 子晴 你要不要跟人家前陣子裡面微博 你忘了多少 對啊 他們如果可以開放讓我投資 我還真想 那我們那個創業投資 有時候是這樣的 本人本事本錢嘛 我跟你講會賺錢的事情 他們就不會想給人家投資 哈哈哈 那個我們飲料歸飲料嘛 還有呢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啦 對不對 你透一紙 那為什麼會來找我 那這就是原因啊 那就是因為他最近需要存錢嘛 哈哈哈 要不然他自己來代言不就好了 對 這個我常講喔 哪個偽人沒有過去 哪個罪人沒有未來 哈哈哈 老闆娘喔 我不曉得耶 因為他單身嘛 然後那個有一些花邊新聞 其實人不輕狂往上面 哈哈哈 我也不是很了解 他到底現在跟誰在一起 這個我不清楚耶 欸 老實講 他們年輕人的感情世界喔 呃 瞬息萬變 啊 我也不太follow 因為你現在follow這個人呢 明天也要換另外一個人 哈哈哈 我跟你講 年輕人不講武德啦 他們開心就好 哈哈哈 哈哈哈 by bwd6